应江洞源说到做到!带西门丁二小时台湾美食吃饱吃满。 江洞源吃遍西门丁美食!图记者陈雅兰,叶正勋社!2018年3月7日。 南韩演员江洞源7日来台宣传电影宅佩南逃亡曲,除了出席晚间的首映会及应前问候,晚间9点半电影首映结束后他也举办小小座谈会,开放现场800名影迷提出问题,他抽出13位幸运粉丝依依回答,除了聊到片中印象深刻的拍摄趣事, 耿之言虽然拍过无数电影,跟宋康浩、黄正敏、李炳宪等影帝合作过,但对于怼江始终抱持平常心,笑说:"我对这长相这东西没有太大欲望。 江洞源出道至今只拍过三部电视剧,粉丝问他有无机会回归小荧幕。 他其实非常乐意接受邀约,但觉得韩国电视环境在决定拍摄电视剧时,不管是选角、场景、播出日期等,在时间上很难弹性调整,加上自己目前的电影拍摄行程已排到明年,所以短时间内无法配合。 江洞源在首映会授与影迷进行座谈会,图记者陈雅兰设,2018年3月7日。 他在前一部电影《1987》《黎明到来的那一天》与宅佩南逃亡曲中,都有饰演大学生角色。 现年37岁的他,谈起拍摄时的心境,说,这两部里的大学生都是不一样的状态,1987的背景有很多的社会运动,所以我觉得当时的学生有很多烦恼,生活困难又审重。 而介于,宅佩主角名字,活在现代比较自由奔放,生活压力也就不会这么大,比较舒服。 但江洞源也透露,以现在的年纪来饰演大学生,会回想当时心境去诠释,连外载也不会放过,可惜在拍摄宅佩时,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短练身体。 江洞源与影迷合影。图记者陈雅兰社。2018年3月7日。 江洞源曾跟宋康浩、黄正尹、李炳献等影帝合作过,问起前辈会不会传授演技技巧。 他直言,我不晓得台湾演技之间的文化,但是在韩国,演员们不会互相指导演技跟给建议,非常少,不过对某部分演技有想法的话,还是会互相分享。 至于得奖,他谦虚认为自己还未达到领奖标准,我对这奖像这东西没有太大欲望,没有得奖的福气。 说完却又幽默表示,但还是得过了。 江洞源自烫访台三天两夜,时间全献给工作,并无机会观光宝岛吃美食。 稍早在首映会时,他就喊话想吃一般台湾人会吃的食物。 所以七点半至九点半的电影首映期间,工作人员就把西门丁买得到的美食全都奉上,他全程待在戏院没离开半步,好好享受台湾道地小吃,实现小小心愿。 宅佩佩南逃王曲将于3月9日在台上映。 江洞源出席湾南逃王曲电影首映会,并在放映前向影迷打招呼。 突击者业症薰射,2018万0307。